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今天呢 我要分享我在家如何做恒菜 我准备的材料有鸡 鸡腿 鸡腿两个 虾 鸭腿 我用烟熏鸭腿 这个是芋头 芋头切成块 白萝卜切成块 西兰花 白菜 冬菇 发菜 这个发菜需要先泡发 鲑鱼 这个是小粒的鲑鱼 这个是scallop 袋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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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干净之后 需要粒干水分 或者用厨房纸把它的水分吸干 裹住片 披住呢 需要泡发先 泡发然后切成段 就是切成这样子 然后要拿去炸的 还有呢 我准备了这个 鲍鱼咬肉汁 还有蚝油 好 现在我先把鸡腿 给煮 煮一煮 准备一锅热水 把鸡肉放进去 放一把的葱段 然后 盖上锅盖 好 现在我准备把这个鱼头 拿去炸一炸 鱼皮也是 拿去炸 ok 热火烧油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油温 ok 木筷子已经起泡泡了 所以现在可以开始炸 我先炸鱼头 好 现在我们来泡泡我们的鱼头 就要好了 ok 用小火慢慢炸 ok 我们炸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你感觉到它的这边外皮是硬硬的 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然后熄火拿起来 好 就是这样子 好 就是这样子 我们把鱼头拿起来 然后把它的油 吸干 ok 这样子它就不会很油啦 好 现在我们准备炸这个腐竹 好 炸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已经把它炸到脆脆了 就可以拿上来 然后把它的油浸干 好 这个腐竹已经炸好了 好 这个腐竹已经炸好了 我们放一点备用 好 现在我准备要把这个虾炸一炸 ok 我用回一样的油 ok 好 可以把虾拿上来 好 我们的虾已经炸好了 好了 我们的虾已经炸好了 放一点备用 好 现在我们要相煎 我们的虾炸 ok 首先我们先热锅 放一点油 然后把虾炸放入水煎 用小火煎 ok 好 煎到这样 大概这样子 看到有点灰黄色 再加牛油 加香一点 ok 然后放一点蒜米再去 增添香味 好 把它翻动之后呢 我就加一点胡椒粉 加上一点点 好了 好了 可以起锅 煎好了 ok 就是这样 我们放一点煎油 来我们看看我们的鸡汤 鸡汤 把这些浮沫拿走 把这些浮沫拿走 把这个香菇放进去 然后继续煮 ok 好 来现在我们再看看我们的汤 ok 现在这个汤 已经滚开了 ok 我们把这些浮沫拿走 最后把萝卜放进去 最后把萝卜放进去 ok 好 我们把萝卜煮熟 就可以了 再盖上盖子 现在我们看看我们的汤 现在我们看看我们的汤 我们的汤已经ok了 可以了 ok ok 我们要把这个鸡拿出来 放凉 把萝卜也拿出来 冬菇也全部拿出来 ok 现在呢 我准备把这些菜 这个白菜 发菜 还有这个西兰花 烫一烫水 准备一锅热水 准备一锅热水 加一点点油 还有盐 还有盐 鸡兰花放进去 烫 烫一下子就可以了 好 可以拿起来了 不要烫得太熟 不要烫得太熟 好 可以拿起来了 好 可以拿起来了 好 把菜烫进去 好 可以 好 可以 关滑 滴干水分 发菜已经拿上来了 ok 放一边备用 好 现在我们煮 准备煮它的汁 这个是鲍鱼汁 ok 炒进锅内 加入一汤匙的这个 鲍鱼窑猪汁 蚝油一汤匙 ok 然后把这个鲍鱼 放进去热一热 好 煮到它的 这个汁有点滚烫 我们就把这个鲍鱼拿上来 ok 泡味不可以煮太久 煮太久它会变成很 很硬的 然后呢 我会把刚才 刚才的鲍鱼汁 放进去 好 现在汤已经滚烫了 这个汁已经滚烫了 ok 我呢 我全部把刚才的鲍鱼汁倒进去 因为我比较喜欢多汤汁的 ok 然后现在可以试味 ok 试味如果不够味的话 可以自行添加 好 我觉得已经够味了 这样我准备勾芡 ok 我用一汤匙的马铃薯粉 和一汤匙的水 ok 慢慢添加 如果不够的话 可以再加 ok ok 好 搅拌 好 我觉得不够浓稠 所以我再加 好 搅拌 可以了 ok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 开始摆盘了 ok 好 现在呢 我的东西全部已经 准备好了 现在准备要摆 要摆摆摄了 ok 好 现在我开始 摆摆摄 好 次 摆摆摆摆摆摆 首先先把萝卜放在底部 然后再把白菜 铺上去 然后再把白菜铺上去 然后这个芋头放上去 然后这个芋头放上去 然后再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这个粥放上去 好 现在我准备 这个汤汁淋上去 好 我就是大概这样子摆设 领了那个汁呢 我就把这些冬菇啊 牙 还有鸡 菜 这个西兰花我就排在上面 然后这个是发菜 还有这个是袋子 我撒在旁边 最后我把鲍鱼放在中间 我不是很会摆设 OK 我就随便这样子拍一拍而已 OK 你们可以一几个人的摆设 如何摆设 不要紧 OK 自己喜欢就好 好啦 我的盆菜已经煮好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是它的汁 不吃的时候呢 才淋上去 OK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会喜欢 OK 拜拜 我要开动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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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